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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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陰陽烛分析後視走勢 除了單獨形態之外 還有組合形態 即是利用兩支或以上的陰陽烛組成的特定形態去做分析 可靠性會比單支陰陽烛更高 怎樣為之曱光初現 據名思義 曱光初現是陰陽烛圖表的一種利好形態 由兩支陰陽烛組成 第一支必須是陰烛 第二支就是陽烛 陽烛的開市價低於前一日陰烛的收市價 而陽烛要高於陰烛捉身的一半或以上 曱光初現反映第一日股價高開低走 第二日裂口低開 但股價由低位反彈 不單止補回裂口 收市更加扭跌為升 屬於利好信號 曱光初現出現在下跌趨勢尾段 信號就更加強烈 沒有貨的投資者可以乘機入市 有貨的也可以著兩加碼 但如果第三日股價再次大跌 出現大陰烛 而且收市價低於第二支大陽烛的最低價 這個形態將會失去效用 後市或者會繼續下跌 那烏雲蓋頂又是什麼呢? 和曱光初現相反的就是烏雲蓋頂 顧名思義 烏雲蓋頂是陰陽烛圖表的一種利淡形態 同樣由兩支陰陽烛組成 第一支必須是陽烛 第二支就是陰烛 陰烛的開市價必須高於陽烛的收市價 陰烛的收市價需要低於陽烛的一半 並以最低或者接近最低位收市 烏雲蓋頂反映第一日價格低開高走 第二日再裂口高開 但收市大跌 更回吐前一日部分的升幅 屬於利淡訊號 如果出現在上升趨勢的尾段 效力就更加強了 有貨投資者適宜先行沽貨迴避 沒有貨的就不要入市了